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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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談一談關於放生 和護身的這個事情 當然 早期 非常多人在 提倡放生 現在因為考慮到 對整個地球環境 對於生態保育等等的問題 所以現在比較不鼓勵 在 不科學的 方式來放生 這個是不太鼓勵的 那我今天要在這邊談的呢 是據我所了解的 藏傳佛教主要在西藏 他們是怎麼樣關於放生 跟護身的這個方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藏文裡面 有兩個名詞 一個叫祝勒 一個叫叫 其實這兩種是不一樣意義的 放生 放生可以理解成是一個 總大的名詞 總的名詞 內部呢可以細分成 兩類 一個叫做 一個叫做 實際上兩個呢 一般中文裡面都會直接翻譯成放生 但實際上它是有不一樣的意義的 首先 我暫時姑且 把祝勒這種翻譯成 俗命 藏文裡面 俗就是命 勒就是救贖的意思 另外一個 是可以譯成護身 或者說 讓他的生命 是生命 就是得到解脫 這個意思 這兩個方面呢 雖然說就是 不管是用金錢也好 用自己的勞動 去幫他們解脫出來 救贖他們的生命 在這一點上面是相同的 但是呢 內部的差別在哪裡呢 我們一般意義上的這種 放生 放魚類啊 鳥類的這種放生 實際上呢 我們只 救了他當下的性命 呃 換句話說 孰命式的這種放生 就是 必須要是那種 剛正準備被宰殺的 比方說在魚市場裡面 然後 馬上就要上餐桌的 他有急迫性的 呃 生命危險 然後 不一定是魚類啦 包括雞啊 牛羊等等 只要是他 呃 快要被宰殺 乃至於人 嗯 如果在 現代當然不可能 在過去 呃 古代 某一些地區搞不好有可能 但是在古印度來話的話 比方說有一個人 他準備 呃 要被砍頭了 或者說這個 山 這個當地的這個 因為以前喔 法律沒有那麼正規 反正大家就是這種 當地的 山寨 主要要殺這個人了 然後我們把這個人 救下來 這樣子的話呢 都屬於孰命 也就是說 屬於救贖他這一次的性命 那麼 救了之後 然後如果不再去管他 也就是說 比方說 鳥類 魚類 這種 森林 我們放了一次之後呢 他下午被抓了 或者說被 呃 殺了 等等的 我們沒有辦法再去管他 我們反正就是 救了他這一次的性命 這個呢 就是 所謂 在藏文裡面叫 俗勒啦 就是 俗命式的放生 那麼另外一種呢 叫 在 在 我們 城市裡面 漢利 比較不常見 呃 但是在西藏呢 這個是比較普遍的 在 的意思就是呢 它是一種 護身式的放生 所謂的護身就是說 它不一定是這個森林 現在有急迫的被 宰殺 被殺害的危險 呃 大家都知道 在西藏牧區的話 都是放牛放羊為生的 所以呢 這頭牛羊它 還沒有到時候的時候 它可能 還有 嗯 一陣子 幾年的壽命可以活 呃 就是 還沒有養肥 所以不會拿去賣 那麼在這種 情況之下呢 它不會是 我們剛才前面講的 那種俗命式的放生 因為它並沒有 急迫的 呃 受到 生命傷害的這樣危險 可是呢 它有可能是一種護身 也就是在 呃 西藏的 仁波切 上司們 他們有時候幫 呃 居士啊 信徒啊 然後 這個 打怪啊 做佛事的時候 有時候呢 對於一些 病為的人 或者是 嗯 身體 不健康的人 喔 像我 我父親喔 當年曾經就是 有一段時間身體很不好 然後那個時候打怪就是 需要做這樣子的 摧太的這種 就是 可以稱之為 護身式的放生吧 那麼 一般來說 這個就是放牛羊 所以呢 就會去找牧民 當地的一個牧民家 然後呢 呃 買下他們大家的一頭牛 一頭 或者是一頭羊 當然價格不一樣啦 買下來之後 然後呢 就是請他們家 我們自己當然不可能照顧啦 就是請他們家 幫忙照顧 這一頭牛羊 一輩子 就是讓牠自然老死之間 不能讓牠餓死 不能讓牠病死 不能讓牠 呃 被什麼 野獸攻擊等等 所以 這種 護身呢 它是要養一輩子 當然因為 呃 從經濟 條件上面考慮齁 現在一般來說 普遍啦 呃 公的大家比較不願意接受 因為 沒有經濟價值 然後還要 不斷消耗他們的草場 他們的草 一般比較願意接受就是母的 因為母的話呢 這個放生的這個 護身 雖然我們是護了這頭 母羊 但是牠生下來的 小羊 並不算在這個裡面 這個 所以牠們 對於牧民家來說呢 包括牠擠的這個奶啊 然後還可以做書油啊等等 還有一些經濟效益 所以 包括牠生的 哉 也還有 架子 所以大家會比較願意接受 這樣子的 那麼這個之後 一般在西藏 會有仁波切 上司等等的 呃 給牠們念經 呃 祝福之後呢 在這個 牛羊的脖子上 可能會掛一個金剛結啊 或等等之類 那麼 呃 了解的人一般就看到 就知道 這個就是 已經被 放生的牛羊 這種放生 不是放一次喔 買回來就算了 而是說放牠 一直要照顧牠 到自然老死之間的 這種放生 那麼所以 按照我們前面來講的 這個 這個孰命式的放生 喔 我暫且這麼翻譯 另外一種就是 護身式的放生 合併起來可以分成四類喔 可以算是四類吧 一種就是 既是孰命 又是護身的 舉例來說 正準備 呃 送到屠宰場去 今天就要 被宰殺的牛 一頭毛牛 一頭毛牛的話 我們將牠從 屠刀下面 救出來喔 去買生 把牠買下來之後 又把牠交給 當地的牧民照顧 保護牠 一直到自然老死之間 那麼這樣子的話呢 牠就既符合了 贖命 因為牠當時有 急迫的 呃 生命危險 那麼 所以不只是 呃 救了牠這次的泄命 而且呢 之後我們還 呃 請當地的牧民 照顧牠一直到自然老死之間 這樣子的話呢 這種就是 既是 贖命 又是護生的 那麼第二種就是 是贖命式的放生 但是不是護生的 這個在 呃 城市裡面 這個也是比較被大家 所詬病的一點 嗯 就是有一些人 他自己會去買一些 呃 魚蝦 泥丘 或者說是 甚至是蛇啊 各種各種森林 可能在市場上面看到了 然後我們有慈悲心升起 就買下來了 買下來之後呢 因為不夠科學 不夠合理化 不了解這個生物 它應該要放在什麼樣的地方 然後就隨便找個地方放了 或者是隨便找一個 嗯 河流就放了 雖然我們是 就是善心還是好的 這一次的做的這個善事還是好的 但是我們只救了它一次的性命 之後就沒有辦法管了 所以有可能剛好 搞不好 聽出來之前有鬧過這種事情 就是一條 鹹水魚 結果放到了淡水裡面 你救下來的當下 雖然是沒有錯 延續了 短暫的生命 可是之後呢 它因為這個水土不服 事後可能隔一兩天還是死掉了 所以這種呢 就是沒有科學的去放生 這個就是指一 它雖然放的當下呢 是屬於孰命式的放生 還是有功德 但是呢 這個就不是護身了 因為它沒有照顧它到自然老死之間 那麼這個也是現在比較被詬病的一種 不科學的話呢 這個會對自然環境會有一些影響 跟危害 當然現在國家法律也不允許 那麼第三種是 是護身的 但是不是贖命 就是 因為比方說 像我父親當年這個生病 然後需要做這樣的佛飾 所以呢我請當地的牧民去 一頭牛羊 可能是小牛 或者是小羊 因為小牛小羊 相對來說價格比較低 然後買了它之後 我們就去做了放生 那麼因為小牛小羊 這個牧民他們家 肯定不會這麼 一般來說不會這麼小的時候 就拿去屠宰場賣 所以它當下並沒有受到 性命攸關的這個緊迫的情況 但是呢 我們拿去放生了 那麼它這一輩子 就一直到它自然老死之間 都不會有重大的 除非重大的意外 但正常的情況之下 它就可以活到自然老死之間 這樣子的這一種 算是 護身了 但是不屬於 熟命式的放生 當然第四種就是 既不是熟命也不是放生 那個就不用談了 沒有任何放生的相關的行為 這個就是不是了 那麼這當中呢 當然是第一種最圓滿 就是既是熟命式的 又是 護身的 這種是最圓滿的 功德利益也最大的 那麼再提到一點就是 功德利益方面 到底怎麼樣算 有的人認為呢 不管是熟命式的放生也好 護身式的放生也好 有的人認為是放的 森林越多 功德越大 也就是說 數量來算 比方說 我同樣的 一萬塊錢 然後我可以買到 假設 買到一千條魚 有點不太可能 假設有五百條魚好了 那我就救了五百個 森林的性命 那這樣的話 每一個森林都有一份功德 那麼 這是一種看法 另外一種看法是認為 森林的體積越大 功德越大 因為他們瀕臨死亡的痛苦 會遠比一般的生命 來的大得多 假設同樣的是一萬塊錢 只有這萬塊錢 可能只夠買一頭牛 那 以數量來說的話 雖然只救了一個生命 可是因為一個牛的 他的體積很大 我們知道 眾生在 臨終的時候 冰死的時候 他都會有 零肉分離的這個過程 體積越大的 他的在零肉分離的時候 他所感受到的痛苦就越多 因為他要抽離的這個過程 會更加的漫長 你可以想像 一隻小老鼠 跟一頭大象 他們在 死亡 雖然法令上面判定的這個死亡時間 可能是一樣 可是他的 外氣以端 內氣味覺之間 一直到他整個零肉分離 中間的時間的漫長跟痛苦 是 不可以相比的 這個是差很大的 所以有的人就會認為 體積越大的 這個 森林 放生一條森林 因為他解救了痛苦更多的緣故 所以他的功德也越大 當然還有一種 說是算 壽命上來算的 就是 哪一種生物的壽命比較長 然後有一些動物 比方說一隻蟲子 可能只有七天的壽命 那我們去救一條 狗 可能有隔二十年的壽命 我們說人的壽命來算的話 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功德也不一樣 這個也是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算的 那還有 最最主要的 就是 生命的價值 也就是說 救一條 救一個動物的生命 肯定不如 救一個人的生命 來的 價值來的大 我所謂的價值 雖然說 在佛教界講的 同樣都是眾生平等 生物 任何生靈 並沒有高低貴賤的差別 不管他今天是一頭豬 牛 羊 還是一個魚 還是人 全部都是一樣的 我現在所講的價值指的是說 他能不能夠聽聽文法的 作為一個人來說 因為他 知言解義 能夠理解我們的意思 所以你今天叫他念經 念咒 念一個六支大明咒 他可以 去念 然後你跟他講一些因果善惡道理 他也可以聽得懂 甚至可以去做 可是如果今天是一個 旁生 一個動物的話 他沒有辦法去理解這些東西 所以從 能不能解脫的角度來說 這個功德 這個生命的價值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 佛經上面一直會提到的 人生難得 而且是比所有的六道 其他的六道 都來要難得可貴的一個原因 就是在於 他能夠聽經文法的這個方面 所以 從這個角度來說 我們救了一個人的生命 的這種價值 會比一隻 旁生的價值來得高 貴 這個原因就是因為 他有 更有可能 有聽經文法 有解脫的這個機會 其他包括 我們在放生的時候 雖然這些 動物 森林 他們沒有辦法聽得懂 但是我們給他 唸一些佛號 唸一些咒語 有的甚至說 給他唸一些三歸五界 五界是不太可能 三歸一 等等的 眾生有沒有可能 就因此三歸一呢 當然是不可能的 他沒有辦法因此而歸一 因為他沒有理解 歸一的意思 也不知道 但是呢 還是可以種下善根的 他們聽過了這一遍的 歸一三寶的寄送 聽過一些咒語 聽過一些佛號之後 對他們的阿賴耶事上面 都能夠種下一些 善的習氣跟種子 那麼對於他們來世 解脫都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們在 放生的時候 一個要考慮 自然環境的情況 現在社會的這種情況 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 還是要考慮 能不能為他們種下解脫 種下善因善根 這個方面呢 是更加的重要的 那麼簡單的跟大家 分享一下 這個關於 護身跟放身 在西藏來說 這兩類的差別 那麼 當時大家在做的時候呢 一定要 除了有慈悲心之外呢 一定還要有智慧 如理如法的去做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感謝大家 阿密圖佛喔